明星期間 在這部影片裡參加過的人員 講一些當時的狀況 請余維燕 張震 還有所有這個片子劇組在場的人 可以上來 大家拍個得照 然後跟現場觀眾分享一下當時的一些狀況 余維燕 余導 余維燕 有一個名言 她已經說過拍電影其實不用錢 我記得您說過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好像開拍的時候幾乎沒有資金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一下這個訣竅 好 拍電影有沒有資金 那個 在1990年我們開拍古影節大概不到一個月吧 那個時候因為我們的出資者 我不講名字了 因為 她覺得我們現在這部片子一定會超資 所以就說可能不能支持我們拍下去 那麼原先拿下來的一點點的這個資金呢 我希望大概分五個月還給他們 我還記得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我們是在金光石拍小事的交 其實所有的工作人員 大家知道的都覺得應該可以打包回去了 可是那時候我也不曉得從哪裡來的一種信念 我就覺得我們應該可以拍得完 那麼整個過程呢 我們將近經過了一年 這中間因為我還要休息一兩個月 確實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 其實 因為古靈節整個的這個過程 其實對楊惠昌也好 對我也好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了解 其實人生啊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相信 在當時我們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懷疑 其實簡單講 其實簡單講 在當時包括把我們做服裝的阿姨 我大概二十萬 三十萬 十萬都會借 我覺得這個就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台電影是要有一點點帶走 你要相信自己 那最後 其實老天爺他考驗你啊 也是到一定程度的 你只要不要害怕 你到最後 他給你的應該是 會比你想的會更多 這樣 拍電影好像都是擺放鬥 楊惠昌導演的這個 門生這個魏德勝 好像也是用這個概念在拍電影的 那我們其實這部電影 讓大家印象最深刻 當然就是小四這個角色 那張震十四歲的時候就這麼會演戲 自己現在在看自己十四歲時候的表演 覺得怎麼樣 其實應該想拍鼓勵劇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知道演戲是什麼 然後楊惠昌導演其實在現場 就是我常常有一些方式 然後讓我看起來可能那個 那個情境那種狀態會比較像 那有一些比較容易的 我最記得記憶最深刻的就是 剛剛有看到一場是那個 馬車他們去彈子房去殺人 然後那一天我記得到現場以後 然後就突然被導演 就抓過來被抽罵一堆的 然後罵完以後 他叫我到一個房間去 面壁思過罰站 站半個小時還是一個小時後 然後就跟我母親 然後出來以後 他就說趕快拍 就是把我那個人 那個當下那種狀態把它拍起來 然後就是跟那個劇情也會比較接近 這樣子 所以 雖然在拍位節之前 楊惠昌導演都讓我做一些表演科的訓練 但是其實 對表演演是 不是 那麼能夠可以掌握 或是可以理解 演到最後 因為我們這個戲拍了大概 有半年的時間 就是真正的拍攝 大概有半年 到最後 到最後一兩個月 我最後幾場戲的時候 比較有那種 真的是 在演戲的感覺 那平常 在現場的時候 跟 柯依倫啊 跟王岐山 就是小寶王 他們一起相處 然後我們相處的時候 那個 整個人的狀態就是 跟戲裡面會比較接近 你在這裡面 就已經真的有出魂的戲了嗎? 喔對 有出魂 是所以 對 那個是我真的出魂 然後 對 就是獻給人家 到了 這部戲 我知道 張正 還跟張國柱 就是你真的爸爸 戲裡面的爸爸 兩個一起錄了這個男主角獎 也是第一部戲 就這樣有很好的成績 你那時候有沒有嚇到 我沒有 我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就是 也不知道 入圍怎麼一回 這個不知道 金八獎是怎麼一回 那個時候 最 拍菩林街給我最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整體印象 就是拍電影很好玩 然後 讓我之後 我那個時候拍菩林街的時候 我是國文醫生國二 然後 十三歲 然後 我記得 我十五歲的 暑假去打工 我就回到 漾島公司 去 去跟玉哥去學 就打打雜 然後 就是因為拍菩林街 讓我覺得 定這個 工作非常吸引人 有很多夢想在裡面 那個 江秀琼也說 這次也是第一部戲 但是你也入圍了這個 金八獎那時候的女配角獎 雖然說 這是第一部戲 然後 又得到這樣的榮譽 好在你沒有這個 繼續演戲 現在 不然我們就少了一個 很好的導演 你可不可以談一下 其實 大家看到我的戲份 真的很少 所以其實 第一部電影 我猜的 其實非常少 但是 我覺得 這個第一次 其實已經建立了 我未來 走電影之路的一個態度 其實 我雖然不太了解 拍片是 怎麼一回事 然後也不知道表演的技巧 但是 在現場 你可以感覺到 楊道對 事事要求 然後 然後 整個那個 非常莊嚴 或是神聖 對我來說 是非常 非常神聖的一個在拍電影的態度 其實我看在眼裡 感受在心裡 然後 然後 當時的魚哥 真的很像警隊總部 哈哈 其實不是 就是 我常看到 那時候的我真的很像 這個 就是這個 家裡的小孩子一樣 一直看著大人 然後非常多的憂鬱 然後有自信的問題 都是音音樂樂樂的感覺 然後 但是 感覺上 好像 每次的難關 魚哥都有把 魚哥都有把 解決 那我覺得 其實 後來跟楊道 是在之後的 獨立時代跟一一 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習 那其實在孤里街對我來說 是非常震撼的 就是 我剛剛說的 那個 那個 氣氛跟氛圍 一個拍攝的這種態度 其實已經 完全感染了 而且甚至在我心裡了 我知道你們在演這部戲的時候 好像年紀都很小 尤其是柯宇倫 是差不多那個年齡嗎 那剛剛你有沒有發現 楊導是說實話 還是說假的 是4小時 我好像看不到出來差別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 我們第一次定床 跟到第二次定床 開拍中間隔了一年 然後 第一次定床 我12歲 楊導看我個人是小的 楊導就說 你會不會唱歌 你幫我演 小貓王那個角色 不然我也不知道 一些東西 結果隔了一年 13歲我去定床 我的個頭 多長了一個頭 我就這樣子 你太高了 那你演飛機好不好 所以你說這一行 有些東西就是很靠運氣的 但我只記得我們拍片的時候 其實這 真正要我們現在去回想 在攝影機前面做什麼事情 我是回想不起來 但是我完全記得我們每天在 比方說那個冰果的時候 我們在屏東躺廠拍的 每次我們就在外面 騎腳踏車 然後到了晚上 我們就可能看 這個波羅車 我也蠻 十五歲在屏東 不帶很久保 然後夜遊 騎那個名流一百 然後金瓜石的戲 我現在所有的戲就是 比方說在建中 建中的戲 因為這個故事實在太膽雜了 我在建中的印象只有 只有在休息的時候 在大人後面看的大戲才知道 是 但是我自己的意思就是 養到城的太愛地 然後我也很感謝他 還有你們想一直到現在的 感謝羊島 是 我們也是主要謝謝 謝謝 謝謝 您把我知道的 這一項 您對於羊島的支持 您不跟兄弟一樣 我上來羊島過去之後 好像您跟張藝先生 一直有希望能夠把羊島的作品再完成 尤其他最後的一個追風 不曉得現在的進度怎麼樣 我們現在確實是有一個動畫的工作室 因為現在目前也正在製作 第一部的這個動畫的影片 不過目前還不是要把我們這個追風 那當然其中有一部叫 其實也包含了一部 也叫長江動物園 那麼長江動物園現在正在跟 應該是跟資方法還在談 因為這個資金是非常龐大 所以目前我們自己動的 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控制的一部戲 那當然這個在未來都會要開始製作 那所以追風的動畫 是會排在下一步 追風 我們要看 追風還要看 我想應該是長掉了些吧 今天在場其實還有很多那個 這部片子的工作人員呢 還有演員呢 知道沙埃有沒有來啊 王可瑜 可不可以把那個其他工作人員 跟演員也帶上來 劉亮佐 劉亮佐 劉亮佐也講一下當時的一個 那個 那個 現在的我跟電影裡面都差非常多 體重嗎 都差了 頭髮也少了 體重也增加了 所以我不知道 現場會不會認得出我來 那簡單講就是 颱風夜馬車他們來殺了第一個人 從廁所踏邊出來 就是被旁邊這個人殺了 你們殺了 然後 我的那一幕 是其實 我自己還覺得蠻榮幸的 因為 我當時拍的時候在大兒大三 23歲左右 現在已經44歲了 那 這是全電影 整部電影裡面唯一一個特效 在現在就是有用電腦 那個做特效的現代 那當時那個特效真的太經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被砍了之後 身上列了一個 一個口子出來 那其實是 楊導拿了一塊 那麼大塊的牛肉貼在我身上 然後把我的衣服 用刀片割開一個洞之後 拿膠水黏起來 重複黏起來 然後 我說我上完廁所 彎著腰出來 然後一被砍之後 一拉開 砰就露出一個 血紅色的肉 所以那次拍攝 我印象很深 然後摔了大概九次 我還記得摔了九次 摔到後來 楊導其實有點不太高興 我到現在就有點對不起他 不過我的骨盆也沒有說 因為摔了這個偶像還蠻慘的 那整個拍攝 非常非常辛苦 在彈子房的那一場 是在九分的三上 我記得那時候 天氣好像只有三度還六度 然後你們看到 我們所有人都在穿短袖 所以只要喊咖的時候 每個人大衣就包上 然後都在發抖 所以非常辛苦 然後也真的很謝謝楊導 在那部戲的過程裡面 讓我 當時的 那麼 稚嫩的我 感受到電影的魅力 跟那種震撼 謝謝他 謝謝你們 今天來看電影 謝謝 我看到那個楊導 後面那個人叫 快點兒 就是差不多的演員 好像都還兼做其他的工作 也是其他的工作都兼做其他演員 像我們的制片 還有 陳奕文好像也有間做別的工作 我那時候是做美術道具 就是說 當然我那時候是學生的身份區 所以說 基本上 什麼是願意讓我們做 我們都很開心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校劇場 就養成了 只要學長、學姐有事情讓我們做 我們就趕快衝上去做 所以那時候聽到朋友 好像楊勝青學長 他們說他的敘述 因為我們並沒有特別記得 他說他只記得 我們剛去皮東開始工作的時候 只要卡車一來 我們就是衝上去搬那個最重的東西 那就給他們原來已經很疲憊的一些人 很多的苦力 那我自己當然 這次再看到這個四小時半 當然還是非常的興奮 謝謝那個馬金斯科西斯 跟周銀 這樣子修復這個影片 然後所以我們剛才在 我跟尼哥在那邊看的時候 特別興奮 因為我們自己看這個電影的興奮 也可能跟很多觀眾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才吵到旁邊的觀眾 因為我們太high了 對 那只能說 我相信今天應該很多人 不是第一次看這個電影 不管是以前看過 兩小時五十分鐘版 還是三小時半版 還是現在的四小時半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來看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樣的開心 再重新看到這樣一個電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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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い 然後我還記得 你們如果注意的是看 呃 在張正地家有一個煤粥爐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楊導演 在當初 他說我要的煤粥爐不是單個煤粥 要雙個的要很高的 结果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应该搞得定吧 道具啊 我来碰到中文去 结果等到我们快要拍了一看 根本是一个卖番薯的一个美酒 不可能摆在家里面 然后来 因为那时候很急啊 因为本身要开开了 可是我们真的找遍了 根本就找不到 其实我那时候会一点点催眠 说跟所有的小朋友讲 我那时候都放心 所有的道具其实都在身边 他不会在天涯海角 可是这种话讲得要负责任 那可是我还记得真的是第二天就要拍这个镜头 然后我们真的还没有一个美酒 那天用到确实他的脾气很发 发得很大 我说你放心 你想要回去 明天一定会有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信念 我就想可能真的在身边 我还记得就带了其中的一个道具 小杀 我们大概就开始 整个的酒分开始 可是看到的都是单球单球单球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中药店 中药店说有可能在三角下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希望都跑去 可是我记得下去的时候已经天都黑了 差不多刚黑 也没有门牌 想一想 可能是这一家 我就拼命敲了是吧 那楼上有人说干什么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想来找煤球 啊 确实他们这个地方以前是做煤球 但是他们早就不深场了 然后就说没有啊 我想最后一些希望都没有了 可是等一下他的那个先生出来了 我很明白原因 我们说我们拍电影 他就说上来一下吧 那我还记得我一上去 就是在他们家的阳台 他说那个阳台可能埋在图里面有 然后我就去看 哎呦 我还真的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出土 那我们就过去就挖了 我记得挖出了两个啊 不是一个 然后里面有武功啊 然后就写了就跑去了 可是非常兴奋 在最快的速度把它刷得干干净净 我还记得杨导第二天一来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就在了 因为那个是很有感觉的 所以不只是会睡眠熟 有特异功能 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场开放给观众 可是因为时间有限 可能只能开放两个问题 现在现场观众有没有问题 请把握个机会 都没有问题吗 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请招呼 有吗 好 看不见 不用心 我想请问 呃 我想请问 呃 那 我以前看过里面上演上演事件 看过几次以后 有一天我突然 呃 在过渡解读 我觉得那个哈里的声音好像是 杨导 杨泽商自己配音的 那后来 一千年后 我遇到了杜鲁哥 那时候我没有遇到你 那杜鲁之大德 我向来请教 他好像证实说 的确是杨导的配音 那我就很好奇想请问 于导 杨导在他自己导演的这么多部片里面 有没有其他哪一部片 也是他自己替那个某一位男演员配音的 那应该没有就是这一部 还有另一个问题 有没有 如果 如果你们要放弃这个可贵的机会的话 我就要请其他的演员工作人 欸 还是有一位 嗯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在电影中 一直出现手电筒就是 忽明忽暗的闪烁 然后还有他一直出现的存在 那我一直在猜测他象征的 依依能不能请 就是 呃 于导演 就是帮 你帮他解释一下 就是说 当初杨导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样 因为我会想说 我们会不会都一直是 都过度解读看 都入门 大家都解读方方多 那我想要知道 导演最初的想法 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想要请问 张震先生 就是 当初跟杨静怡合作的时候 就是 有没有一些 呃 比较有趣的磨合过程 因为我知道他是 美籍华人嘛 然后拍完片 他就 回去了 然后 他好像想给韩国人 当快继续 讲的就是 这两个问题 谢谢 那个 其实任何导演 他 有一些他自己 在创作上 在心理层面 我想这一点 我不会代表 杨导回答 但是呢 有一个方面 我是可以代表的 呃 我们会看到 那个 杀人的场面 我记得 当初在拍的时候 杨导演 最后的决定 就是没有 所有的灯光 是全部关掉的 那我还记得 张慧宗摄影师 那是下一个办事 那我们当初就说 你不要害怕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交绝 包括镜头 其实都不像现在 那当杨导 有一个手电筒 他相信那个手电筒的 这个光 在当时来看 他会制造 某一种气氛 我想大家 我们看到 整个的杀人 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个手电筒 这个光在表演 我想这一点呢 呃 算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跟杨静怡的互动 跟杨静怡的互动 其实 其实 之谷领节 可以拍 可以 可以顺利拍摄 是因为杨静怡 因为 哥哥之前说 因为 本来要拍的时候 是找不到那个 男女主角 然后所以 我们这个样子 有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拍 然后 然后直到杨静怡 碰到了杨静怡以后 然后才重新开始 要准备拍摄 跟杨静怡的互动 其实 就是 我没有 呃 拍摄之前 有一起上一些 基本的表演课 然后 呃 也没有太特别的什么 特别的互动 对 但是一直互动到现在 都还有互动 我们偶尔还是会联 会联络一下 然后他已经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三个男孩 都 一年一个 然后今年第三年 很厉害 然后他都没有变 他都没有变 就是连一下 可能有一点点变 哈哈哈 完全没有变 然后他的性格 就真的有点像大姐姐那种 他每次都会跟我讲说 可以吗 你不可以 什么 然后张正你不可以 你要赶快干嘛干嘛 然后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孩 对 对 他现在在美国吗 对 他在美国 那给大家透露一下 有没有想到 像我记得 杨静怡就Lisa 她演这个戏 其实 因为第一次 其实那是很难的 功课又那么重 我还记得杨大演用 我建议她开始生气了 那我觉得她跟所有人讲都没用 她想 余哥应该是一个最好讲话 她说余哥我要回美国 我说好啊 明天我买飞机票就让你走 那拍电影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将军 其实张正刚刚忘了讲 因为这个戏 虽然是同步录音 但是有很多是事后再配 因为情绪的关系 我觉得 张正他是真的运气好 碰到杨德昌 我们不会把现场的录音当成 就是最后的成品 这不好意思啊 李安是好朋友 我就没学到这个 他如果在后虎场 能够让张正的事后 我相信张正不会被冤枉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事后配音有一段 张正是被杨德昌叫出去说我们两个单挑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之前 我之前 其实我之前 这一次看之前 是几年前 看那个金马铃战 也有放一个三个半小时 然后那一次 我看了之后就发现很多台词 我都会被 就除了我自己也以外 就可能其他演员的台词 我都会被 就是 我一直在思考中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戏的台词 就印象这么深刻 结果后来想到是因为 那个时候 做配音的时候 被灌在录音室很久的时间 几乎每一天都花 八个小时以上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环境里面 然后跟杨德 跟录音室 就大家就面对录音这样 一直不断的看那个片子 因为所有杨静的声音都是找另外找人配音 因为他的 他的国语就是有一点 就是很 很像外观的叫国语这样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录音 在录音 做配音 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这部片子 养成了很多 很精彩 很棒的这个电影员 那我们也要再次 谢谢这些精彩的演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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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今天今天 开始上海 拍个同学照 还有二十周年的一个 纪念照 谢谢各位 一天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